爸爸,爸爸,快快看啦,你孫子出生啦,爸爸 我的孫子出生啦,我看看,快 哇 哇,你看,这个果然是我们业家的优良品种啊 你看看这个额头,眼睛,嘴巴,鼻巴 简直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不是啊 是 乖乖坐好,听爸爸演讲 这是我爸爸这一辈子唯一的一个心愿 就是能够看着他的孫子出生,带他到处去走一走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或许这一切都会发生 小时候我的成绩人老是学校的风雨人物 有一次我参加画画比赛,爸爸走过来 儿子啊,你这是画什么东西啊,怎么歪七扭八的啊 嘴巴在上面,鼻子在旁边,眼睛在下面,看都看不懂啊 哎呀,老爸,教你长点姿势,这个叫做抽象画 抽象画,我看得去像抽筋一样的画 在青春期的时候,有一天吃晚饭,爸爸走过来 儿子啊,我放在床底下那些录影带,顺序好像不太一样 你是不是动过啊?老爸,我看那个片名叫西洋大战 我以为是西洋动作片啊,谁知道,是爱情动作片啊 爱情动作片,我跟你说,我的年纪可以看动作片 你的年纪只能看卡通片,等你满十八岁再借你啊 哎,你说的哦 那时候,大学还不是那么好考 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 我知道爸爸内心充满着喜悦,骄傲 在开学前夕,那一天,中立的天气非常的冷 爸爸跟我说,儿子啊,好闲啊 我又带两包棉被上来给你啊 顿时,我的内心充满了一股暖流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不禁在眼眶中打转 后来我考商的研究所,在二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忽然 好痛啊,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被紧急的送入加护病房 那一晚,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生理死变 所幸,所述非常的成功 后来爸爸也积极的养生,身体恢复的很好,越来越健康 研究所毕业之后,我教了几年的书 最后,我决定出外去闯荡 从事我自己的本业,当一个工程师 那一天,面试得很顺利,当我走出公司,接到我妈妈的电话 妈妈跟我说 爸爸,得了鼻咽癌,第四期 需要开刀把整个喉咙切除掉,需要做化疗 那一阵子 我知道爸爸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苦 而我 总想让爸爸开心 所以 有一天,我把病房门口打开 老爸,你看,我给你带谁来啦 进来 伯父,你好 满不满意啊,爸爸 这就是你未来的媳妇啊 我们两个会给你努力的添一个孙子 你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啊 没想到,这时候 医生却跟我说 癌细胞转移到脑部 没有办法再开刀了 以前,爸爸的腿 比我的腿还要粗 后来 他的腿,却比我的手还要细 以前 总能听得到他爽了的叫着 儿子啊,儿子啊 后来 只能用站斗的手 写下想说的话 那一年,只要一休假 我便从中立驱车回家 过家门而不入,直接到医院 来,爸爸 我帮你擦一擦吧 爸爸 来,尿虎在这边哦 三月初正是春暖花开 万象更新之际 我在病床旁边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儿子啊 不管遇到任何的挫折 都要勇敢 坚强 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 都要挺直 要敢面对他 那一晚春雷炸响 哄哄哄 医生,医生 我爸爸不会到啦 医生,求求你救救他吧 爸爸,爸爸 你别走啊 爸爸 从此之后 我总喜欢 抬起头 看着天上那颗最闪亮的星星 爸爸 你过得好吗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反复的问我自己 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我会做什么 各位 你会做什么呢 我的经验告诉我 把每一天都当成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就能够轻松自在 把每一天都当成是相聚的最后一天 就能够珍惜彼此 我们 无法改变上天 给我们怎么样的牌 但是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出怎么样的牌 时间 无法 倒转 生命 不能重来 珍惜自己 珍惜生命 珍惜身边所有的 家人 朋友 及时 行销 努力 用心 用心 的过梅天吧 来 我们回家了 主持人